不知道她被拍进去了 她一直在这个两个女孩的附近 出没 尾随 观察 她是张修修 她一直在 你们的肩头 你们的背后 你们的脑后 她在跟着谁 你在干什么 我在做羞羞的事情 羞不羞 羞羞的事情被发现了 鬼鬼祟祟是不是 鬼鬼祟祟来了 GGSX 鬼鬼祟祟 鬼鬼祟祟 首先 这个照片发现在你的房间里 你知不知道你的每一张合影 后面都有张 我知道 你知道 对不对 因为她自己看过 看见 我也是后来看到照片之后才发现的 然后你有没有去追这件事 有 有追到什么吗 有 我发现了张修修跟踪我们 然后我就去找了她 就因为她脱窥这件事情被我发现了 她只能给我一点好处 然后我就想 就是在她那儿挖到这栋楼有什么漏洞 对 我好去黑那个楼主 是 我待会有证据 好 在你的沙发底下 把整个沙发翻出来之后 才能找到一个折起来的纸条 这个里面是一个拍卖的记录 看起来是一幅画 最后是五万元竞拍成功 最后呢是一个叫傻瓜采买020401的人 把她拍下来 后面用红笔注了一个解释 竟然是她 所以这是谁给你买了一个傻东西吗 还是有人抢了你想要的这幅画 我被骗了 你被骗了 你已经欠这么多钱 你还要花愿望权 本来想投资是吧 对 就投资投错了 这是雪上加霜一件事对吧 对 郑楼主跟我说 你知道吗 现在有一个这种数字化 虚拟的数字化是非常挣钱的 你可以买它 然后很快就卖出去可以变现 可以挣很多钱 我就听了它了 结果我就买了 真的很快就挣到钱 后来我又付上了很多债 就买了这些画 后来就发现卖不出去了 我就发现了 是她在搞鬼 她在骗我 那你怎么去吧 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仔细看呢 是有很多人在竞价 但是呢 所有这些人的名字 后面都有一个后缀 叫逗你玩20401 猜我是谁20401 然后傻瓜才买20401 等于就是之前 他给他看到有一些 竞拍成功的这个案例 后来发现都是这个人 自己在演这出戏 所以他才发现的 对吧 这个案例 为什么是确定是真的 它是生日 四月一号 刚才我们讲 为什么我们说 如果这个里面发生命案 会不会房价会跌 这个可能好像听起来 有点过分的激进 或者是残忍 但事实上呢 其实我们欧还是有另一层杀机的 就是在他的电脑里面 用他所有的欠的钱作为密码 打开了一个压缩文件之后 我们听到了一段录音 这个录音呢 是真楼主的声音 我们听一下录到了什么 又是他 又是他 这个该死的欧好房 居然还在查我 我一定要杀了他 这该死的欧好房 居然还在查我 我一定要杀了他 哦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 造成一个凶杀案 导致这个房 成为凶宅降价的一件事情 而是 它里面有自保 和要救自己的一个动机了 这样